愛的教育嘛 但是其實氣到要跟他們抓狂 所以咬著牙齒說好不好 這個愛的教育可能還是要有一些 懲罰的方法 比方笑 你說你對兒女是愛的教育會被氣死 是為什麼會被氣死 因為是從我們讀書的時候 是就是打罵教育嘛 就是這樣講 可是到了我兒子的這一代 所有的媒體啊 或者是所有的教育啊 都說我沒有愛的教育 不可以打不可以打罵 我說小孩子不打也沒辦法 去達到你的要求 那你好好跟他講 那因為講也不會痛 那你今天講完了之後 他明天還是再辦 那你就果果婆心的再一直跟他講 那這個循環一直這樣子下去 因為沒有給他們一些懲罰 後來我才想到說 這個愛的教育 可能還是要有一些 懲罰的方法 比方叫他 叫他刷血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光用嘴巴說 我覺得一般的小孩子 沒有這麼大的接受度啊 所以那個兒女教育是不是很重要 我覺得很重要啊 對啊 以前我們小孩子 就是只要出去 在我當小孩子的時候 出去像有搞中一樣 回來就說 啊你小孩呢 沒有來嫁拼的 什麼人在那吃飯啦 他們吃飽了才回去自己的家裡面 那現在不行啊 現在就是小孩子 如果說你 你想要跟他講一下什麼事情的話 你就跟母親會多考慮一下 我們用什麼方式 兩個人就很煩惱 愛這些高男朋友啊 我們要跟他講說 要等他讀書完之後 才能夠教哪邊 要用什麼方式 比較婉轉的方式 就讓他知道說你現在還太早 因為我很怕說 他那個一氣之下 就跟男孩子 那如果兒子跟你說 他想要拿那個空氣槍 去心裡去走的話 你會怎麼跟他說 你會不會說 我現在 我要先讓前因後果 我要知道他什麼時候剛開始喜歡這樣東西 了解他的喜好 了解他的喜好 因為我兒子以前很喜歡打網路遊戲啊 我就帶他去參加網路遊戲 去網咖 跟他一起去玩 看看他遇到的朋友是哪些人 那他輸了三次之後 他就不再玩了 他會頂嘴嗎 頂嘴的話 不會不會 我小孩子不會 我覺得溝通是 是很重要的 嗯 那我覺得冷卻還蠻重要的 當大家都在氣頭上的時候 我說好 我們先平靜一下 我們各自戴開 各自離開 然後我就用LINE 用寫的 都有一些那種 在教育上 產生一些偏差的時候 我都 爸爸的用心都知道 然後我就用寫的東西 就像無神一樣 用寫的 可以寫出很多的感覺 沒錯 用講的講不出來 嗯 舞蹈也是這樣嗎 我覺得是跟小孩子當朋友 嗯 那朋友也會講冷話 但是冷話是朋友講的 跟長輩講不一樣 哦 對不對 以前比如說 當我小孩子 跟太太 跟我太太 講話也是很臭嘛 我就會帶到旁邊講說 你對我老婆好一點 哈哈哈哈 你對我老婆好一點 你對我老婆好一點 這不是像 比較像兄弟講的嗎 對對對 我覺得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也不是 像我 我這種年紀的人 常常講說 以前自己開始當爸爸 小孩子在青春期的時候 那個幾乎是 那個群人是什麼東西 就是 咬著牙齒說好話 哦 這一代的爸爸很辛苦啊 對 就是愛了教育嘛 但是氣到要跟他抓狂 所以咬著牙齒說好話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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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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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